恩典365 我要祝福你在365天当中的今天 活在神的恩典里面 365不只是一个概念 而是每一天我们可以这样活在神话语的大能里面 如果你在职场也好 在工作的团队里面 身为一个领袖大概常常有一个很不令人快乐的感觉 就是别人不听我的 不管你被放在什么位置上 哇 你成为科长了 你成为经理了 你成为这个团队的主席了 然而不管你挂什么头衔 别人不听你 那是怎么办呢 碰到那个让人不顺服 真的是很不舒服 有一些人他就是跟你 虽然在职务上你有权命令他 但是他如果不是心甘情愿 那你就很难推得动 然后就变成 推一下他动一下 推一下他动一下 甚至你推完之后 你转开头他又退回来 哇 你碰到这样子的一些 部署或者是所带领的团队 是让人不快乐的 我还是说 从圣经里面我们常常看到的很多 不只是一些天上属灵的原则 也在地上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当中 可以运用这些原则 约书亚身上我们就学 在约书亚纪第十四章第二节里面 讲到说 约书亚他不但有一个 好像昨天说 有一个团队 一个领袖的团队 他不是专断独行的 所以那个好处是 当发生什么事情的时候 不是所有人说 约书亚你说的 可能有一些同工 有些同人可以站出来跟他们讲说 没有 我们是一起讨论的 我们是一起决定的 他不会成为一个靶心 说所有人的剑靶都对着他 而让大家顺服 还不只是因为你们有一群人 你有一群人跟你很同心 所以你们那些人说了 我们其他人只好跟 还有一个更大的属灵原则是 十四章的第二节说 他们所做的每一个决定 是赵耶和华借摩西所吩咐的 把产业研究分给九个半支派 是赵耶和华所吩咐的 这是一个关键 常常我们觉得 我所带的人不顺服 我们要不要回头来先问我自己 我顺不顺服 约书亚必须先问自己 他有没有顺服 耶和华所吩咐的 如果他顺服 耶和华所吩咐的 你相信吗 顺服是一个 对权柄的回应 顺服是一个 有影响力的恩高 一个不顺服的人 带不出一个顺服的团队 反过来讲 这个站在领袖位置上的人 自己对于 因为没有一个领袖 你上面没有人 当我是一个科长的时候 我上面可能有主任 当我是经理的时候 我上面可能有总经理 如果我作为一个经理 我就不顺服总经理 而你期待 我所带的这些科长主任 会顺服我 大概不太容易 因为我没有一个顺服的榜样 约书亚活出一个 很棒的榜样来 就是做每一个决定 先看 还不是我们这几个核心的人 我们同不同意 哇 你们几个挺我 你们支持我 我就可以做 不 约书亚做的第一个 他的第一个考量是 这是不是合乎 耶华上帝的吩咐 他在众人面前 活出一个顺服神的榜样 别人就会顺服他 我还是说 当你觉得 我的孩子不顺服我 我的同工不顺服我 我的公司里面的这些 我所带的员工不顺服我 当我这样想的时候 我要不要回过头来看 我里面有没有顺服呢 但愿今天 主透过约书亚 给我们提醒 我们一起来祷告你 主求你先把一个顺服 放在我的生命里 以至于我可以带出一个顺服的团队 这是我们向你求的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Amen 顺服不只是教导 顺服需要的是榜样 带我们一起活出 从神来的榜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